Hello, 大家好, 多謝, 多謝, 多謝 好像也有一點緊湊 都挺緊湊的 不過不要緊, 年輕人做事 有衝勁就可以了 年輕人的話 所以 我當自己是年輕人而已 因為我從來都不理我自己的年齡 真的 我覺得心態很重要 最重要的心態是保持年輕 這樣就可以了 這次唱著是自己的母親黨 名字其實是另一個年輕人想的 他問我 他未出之前問我 可以嗎?好嗎? 我看 初初都這樣 想想想 沒問題 我看到這個標題之後 我就開始思考 以前所有的演唱會 就很平鋪席序 他問他 李洋基演唱會 是否金曲演唱會 沒有什麼火花 還有沒有什麼獨特之處 反而 現在這些演唱會 現在這兩個演唱會 我兩個演唱會的標題都很有趣 你感覺到 我覺得 嗯 很可能 很可能 以後演唱會 那個走勢 也是 憑我這次 打出去 連血路都不頂 所以有了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意思 很可能 吸引多一點點的 注意力 因為大家都不怕 老實說 因為近來 我也很紅 非常紅 我自己私人的事 很紅 變了 有很多人 會懷疑 喂 你 我某些場合之下 會流眼淚或者哭 是假的 是吧 你演戲而已 你是戲子佬而已 是 我是戲子佬 但是 我在這裡可以這樣說 其實演戲的人 一定那個感情 是非常之深厚 沒有感情的人 演不到戲 當然 某些場合 演戲裡面當然是演戲 但有時真實的情況之下 真情流露 所以這次演唱會用這個標題 我覺得摸後非 為什麼我自己真是 我真是的 很多時候唱一首歌 就算這件事沒有發生也好 我上次唱一首歌 我試過唱了 不見了那些字 為什麼呢 耿煙 唱不出來 試過 幾年前在一個 三生有幸裡面 我唱了一首歌 那首歌 那首歌 有一個舞蹈員 那個舞蹈員 跳得非常之好 但是 臨尾的時候 那個舞蹈員 表現出的 那個 情況 是說 要跟我分手 一唱唱 拉給我兩隻 前見了 為什麼 不是說 我自己不想唱 那個舞蹈員 只不過忽然間 好像 錦煙 台下有個監製 然後 走到後台跟我說 李隆基 剛才說 你不見了兩隻字 哈哈 你覺得現在走 好像深入行深入 可能出街 出街 會不會走 那麼多的機會 真的 我很多時候都見到 真的很多好好的朋友 經常會安慰我 真是好朋友 真是好朋友 你會發現他們是真心 真心希望我好 我也是 盡量做到 不要讓他們 那麼擔心 所以 沒有問題的 我一定會做到好的 說得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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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絕對是 這件事沒有發生 反而沒有那麼覺得 那麼多朋友關心我 真的 反而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我發現身邊的很多朋友 有很多很多好的朋友 那 WhatsApp我 WhatsApp我 甚至乎 打電話 直接打電話給我 喂 堅強 真是 最緊要 最緊要是身體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這個真的 其實我也在這裡 奉勸各位 天大的事情都好 真是 身體一定要健康 最緊要健康 那個身體狀況好的話 那你什麼事都可以解決 最緊要是身體健康 這個不就是 尋找個 這個第二個 沒有跟我這樣 最 大部分 可以說 絕大部分 不要說大部分 全部都是 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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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了 有時候 當然有時候 譬如 夜深人靜 甚至乎有時候 真的聽到一些 比較 悲傷的歌 都會有的 是的 不過 盡量 盡量去 安撫這些心情 因為 因為接下來 就有很多工作 我不想在這些工作上面 帶一些不好的情緒上去 因為為什麼呢 來聽我唱歌的人 希望都是滿足而去 而回家 所以我一定會在 我的表演上面 帶多一些歡樂 帶多一些正能量給他們 因為為什麼 其實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感覺 其實我一向都是很正能量的 我一向都很正能量 我甚至乎 好像 之前我寫過一首歌 不是我寫 我作曲 但是 我叫盧永強 叫我和他寫 寫都是正能量的歌 那我接下來一首歌 我也叫盧卿跟我寫 是關於環保的 愛護大戰兒的 一定是正能量的 所以其實我個人是很正能量的 當然有時候 做人的事是不道理的 你知道 真是人有殺時禍福 當然 不好的事來臨的時候 你盡量用你自己正的能量 去安撫自己 正所謂 自己 自己救自己 那會不會寫一首歌給阿菱 會不會寫一首歌給阿菱 會不會寫一首歌給阿菱 會寫一首歌給阿菱 他在台下 他很享受看我唱歌 所以無論我唱什麼歌 他都會喜歡的 所以我都希望他 當他出來之後 我就唱多些歌給他聽 讓他忘記一切不好的事 那時候你唱會有些歌 有些歌嗎 也有的 也有的 是呀 歌單已經好了 有些歌單 有些歌單 我會盡量做到最好的 希望 不要說 忽然間就 不見了兩個字 因為我不希望做到這樣 因為始終都是 一首完整的歌 我希望完完整整地 交給我的聽眾 初初也是 初初給我這樣 咦 那當然 那一次太急了 很急 他們那些 又覺得 都不是大問題 立即出了 出了給我看 那我初初都是 有一點點抗拒 只不過後來 想想想 都不是呀 來聽我的人 不會因為這個名字 對我改觀的 是吧 沒有理由說 所以沒什麼所謂 很可能 以後的演唱會 那些標題 會殺出另一條路 我都不承認 所以 OK 沒有問題 那你有沒有問他 為何會這樣 我沒有問 但其實我明白 我明白的 為何大家都希望 吸引多些觀眾的 還有 其實很重要的 其實 對於他們來說 宣傳這些 宣傳 怎樣叫宣傳 吸引多些 叫做 talk of the town 叫做 多些輿論的話 就收了很大的 輿論的效果 所以 我說 OK 你們去吧 我不會說 因為你這個名字 令到我那個 那個人格方面 會有所影響 我絕對不會 因為老闆說 人格 你這個人 人家對你的觀點是怎樣 是你的歷史來的 不是說 今時今日你可以做得到的 而是 我由 初初出道 到現在 在這個樂壇 到了這麼久 大家知道我的歷史 不會說 因為一個名字 可以把我的歷史改變 是不會的 所以我會 繼續做好我自己的歷史 是不是 有朋友都見到 很厲害的 那天 夜晚機 或者是 是否 職人的情緒 已經是 翻 或者是 其實 很有趣的 都是需要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 那一晚 那些朋友 叫我出去 我不去的 打了好像 三次電話來 因為其實 那些朋友 很關心我 因為他們知道 我那個情緒很低落 我出來 哎 開心一下 聊天 老實說 其實是一種 relax 多些朋友聊天 那 老實說 我不可以 拒人於千里之外 因為 這班朋友 對我非常之 非常之好 因為平時 他們都 有空的約我喝茶 吃飯 那我就出去 但是其實 當日我不知道 原來是葉梓薇生日 其實我和葉梓薇都不熟 我去到當日 原來是有 其中有個朋友 是 補足葉梓薇生日 不是說我去慶祝 只不過 我可能就是有少少 怎麼樣呢 遲鈍呢 遲鈍 那叫我拍照 那些其實 其實我應該不拍的 因為那天 不希望 好像 有些 被人 有很大的反差 但是 當時 我也都 覺得 如果我不拍的話 就好像 不是很尊重人 還有 很可能 或者其他人 覺得 你真的 不是日後這樣玩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當你要出入那個場合 你不可以 帶了一些負面的情緒 人家生日 是不是 沒有理由 令到人家不開心 所以 盡量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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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每次見他 他都是 唉 多一點出去 不要只一個人在家 那是事實的 有時候 自己一個人在家 就比較難受 因為 為什麼以前 一向都有他在家 什麼都自己一個人 洗衣我自己 洗碗我自己 拖地 我自己 他很好 叫我 現在隔了幾個 幾次 一個月才兩次 你是規定了 規定了 規定了 上次 你在法院外 電話 定義上去 你有沒有 親口說過 有 我現在 都是 我都是 對著燈火 是這麼說 真的 我每次進去探望他 我都會 很認真地跟他說 每次都是 我見到他 我說 你加不加 你加 OK 記住 一出來 我要你加 真的 這個 我不會承諾 我絕對會取他的 那 Chris對刑期 他有沒有 現在陳安樂定 電視都算 他有沒有對刑期 都不開心 或者 是 初初有少許落差的 因為 初初 我就 很多人都 覺得 他的刑期 沒有那麼長的 但是 一出來之後 就覺得 好像 給自己 心目上 我都是 我覺得 心目中 當時我覺得 非常難受 這是真的 但是 再想一想一想 老實說 這個是事實來的 人始終都是 接受現實 算了 算了 一年 其實對我 是一個很大的 考驗 我覺得 真的 我都希望 就是 給人 知道 有時候 我們做戲的人 真的是 真感性 不是說 就是 頭頭頭頭頭頭 就是對你 是一個 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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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人一連在外面 哇 你知道 尤其是做我的藝人 你知道 很多吸引 也很多引誘 我可以的 我都不怕 說 真的 簡直有很多 克里斯都知道 知道 有時候 簡直 有時候 WhatsApp我 哎呀 反正都是 不如我做你女朋友 有 有 有 不說了 是有的 一隻手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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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那些人知道 你已經有名分妻了 會的 會的 直接會的 他們知道 喂 你一年 你怎麼等 我先做你女朋友 是這樣的 但是 我也好笑笑口 好啊 不過我就不理他 會不會 別人以為你答應了他 不會的 因為其實很多 其實我都知道 其實他們都是開玩笑的 對吧 他們也是開玩笑的 還有 很可能 或者他們趁著這個 我這個 悲傷的時間 就是希望令我開心一點 所以大家都 你開心時 我開心 你跟你說的 那些人 那些人是認識的 有些人不認識的 是啊 有些人不認識的 嗯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 我們藝人的電話 很多時候都很容易 很容易找到 很容易找到 尤其是Whatsapp 你有個電話之外 你很容易Whatsapp到 你很容易 那 Pris有沒有說 很擔心 始終他困住了 在裡面 你又去外面 還有 原來有這麼多人 求婚 他 他有擔心 所以我每次見他 我都跟他講 你無需要擔心 我有一陣子 對著燈火發誓 你無需要擔心 所以 到現在 我相信他都會比較安心一點 安心一點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鐘